和西亚书第五章 祭司啊,你们要听这话 以色列家啊,你们要留心听 王的家啊,你们要侧耳而听 因为审判必临到你们 因你们曾是米斯巴蒂的捕鸟机 是塔伯山上张开的网罗 他们在石亭决身了陷阱 但我要惩治他们所有的人 我认识以法莲,以色列也瞒不住我 以法莲啊,现在你竟行淫 以色列竟玷污了自己 他们所行的是他们不能回转 归回自己的神 因为在他们当中有淫乱的心 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 以色列的骄傲当面指证自己 以色列和以法莲因自己的罪孽跌倒 犹大也与他们一同跌倒 虽然他们带着牛群、羊群 去寻求耶和华 却寻不见 他已经离开他们远去了 他们以诡诈带耶和华 因为他们生了私生子 现在新月要吞灭他们和他们的地业 你们要在基比亚吹脚 在拉玛吹号 在伯亚文大声呐喊 变亚敏啊 敌人就在你背后 在责罚的日子 以法莲必成为荒场 我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宣告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犹大的领袖 好像挪一地界的人 我要把我的愤怒 倾倒在他们身上 如同倒水一样 以法莲受欺压 被审判压碎 因为他们乐意随从人的命令 因此 我要成为以法莲的蛀虫 成为犹大家的朽烂 以法莲看见自己的疾病 犹大家看见自己的创伤 以法莲就往亚树去 派人去见亚树的大王 可是 他却不能医治你们 也不能医好你们的创伤 因为 我对以法莲要像之猛师 对犹大家 必像头少壮狮子 我要亲自撕裂他们 然后离去 我把他们带走 没有人能搭救 我要回到自己的地方去 直到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过 寻求我的面 在痛苦中 必恳切寻求我